Hi there 明明 再次收看 日文在評價上的神輸我們第387 今天可以帶大家分享 Studio Series 107 號 這款Visor V Stilox Class Predacon Scorpionok 就是電影當中萬獸絕氣球登場的這些蝎子軍團的玩具 那這款玩具算是我自打領的 就是之前在這個主線系列 我有點忘記這個系列叫什麼 反正就是價格比較便宜一些 然後會附帶一個可以變形成動物型態的這種 或昆蟲的這個武器的套裝 就是大概三四百塊錢的一個價位的玩具 那之前在分享這組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這款是反抖限定 然後在台南這邊的一個特展 就是有獨家先行上售 先行上市 先行販售 那時候就想說會特別去買 就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Studio Series 可能不會挑電影當中 根本就沒有變形的這種雜兵的鞋子去做 那我錯了 對就是實際上官方就是把它給揍出來 那可以發現兩者的一個色系 相差的很多 這款是以一個就是它的點綴的顏色 是以紫色為基調 那當時主線這個武器系列的這個版本的話 是以綠色為點綴 那會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一開始 出現的那個電影的一個概念圖 這款Scorpion Up其實是應該有三四種不同的設計顏色吧 我記得就是有紫的然後綠的 好像還有紅色吧 那實際電影當中登場的是 就是比較接近是整個都鐵灰色啦 所以這款 Studio Series的模具 之後會不會直接改色 就是在重突推出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 說不定還會包成幾個雙人包三人包這樣賣 感覺商機也是蠻大的 有官方會做出來的模具 能用兩次就不會只用一次 這種感覺 那反正總之就是最近這個年前 官方還是出貨了這次的這個Deluxe Class的一個新品 那我們就收到了就給大家做的影片分享 給大家看一下說明書的部分 因為包裝盒我現在比較沒有在留了 就拿到拆掉之後就丟掉了 不然實在是沒有地方可以放東西 我們看到玩具本體 玩具本體的話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個人型其實不高 真的不高 但是等一下變形成他的蝎子型態 就會發現他的體型 因為腳比較多比較長 所以看起來就會整個體積佔很大 但是在這個人型態下 看起來就是真的 剛剛我們拿出這個 主線系列的Scopenock 就甚至頭是比他還要來的高 那身型也是比較特別一點 就這種小短腿 手臂很長很粗的這種感覺 有點像是什麼邪惡小精靈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拿出同一波 會出的這款Wheel Jack 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者的話 其實這次的這兩隻Deluxe新品 用膠都非常的好 變形來講的話 其實都不錯 但是這個Wheel Jack 就是稍微在設計上 感覺是沒有算好的一個空間 所以整個變起來就是非常的 各種零件都很雍色的那種感覺 那之後有機會再給大家做一點分享 我們再拿出這個 Steel 6 Lear Class的Primal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已經出鏡頭了 我們就先不管 大概就是這種尺寸的一個差異 因為他在電影當中 並沒有人形狀態去登場 所以玩具本身就還是把他的這個頭 設計成人形跟蝎子形態都是公用很快補件 那整體就是以電影當中 這個蝎子形態下的頭顱去做描繪 真的就看起來 昆蟲感是非常的濃厚 有六顆眼睛 復原很多 看起來就是整個非常噁心 但是我自己很喜歡 頭上扁扁 然後下耳很凸 這個獠牙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咬合力十足 非常 就是 不會讓你想要看 看近 靠近看的這種感覺 就是真的有夠耳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這種生物感很強烈的 噁心的小怪獸 非常的對我胃口 那給大家拉近一下 看一下這個 這個細節 不太到膠 那時候稍微塗一點點 紫色的金屬器在上面 做一點點綴 那頭這裡的話 是一個球型關節 這款玩具身上的關節 異常的緊 就各關節都超級誇張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大部分都是球型關節 在根部為主 所以緊其實是比較好的事情 這個年代久的應該是 感覺是因為他設計本身 零件就有稍微 就是分件加強一下 但是就是 時間年代的考驗 還是有未知疏恐 那球關就還是比較容易 去鬆脫掉這樣 所以緊一點 是優勢 那頭這邊可以拉開 是因為變形的關係 到時候要抬起來 你也可以當成這樣一個可動 抬頭可以抬到這麼高 那手部的話呢 根部是一個大的球型關節 腳稍微讓開一下 是有辦法去轉到360的 然後 這邊的話呢 二頭肌旋轉沒有問題 手肘的話它是有兩處 所以可以整個的折到 整個折扁 那這邊的話 手腕 是一個球型關節 手掌非常大 四肢 但是當然不能可動 DELOX CLASS的玩具 有手腕就很不錯了 那再來的話 腰部 腰部它是開得比較低 在接近一個當部切的這個地方了 那可動的話 它沒有辦法整個轉過去 因為造型牽制到的關係 那腳的話 髒關節 哇 這個球型關節緊到 會把整個腰部卡扣給拽開來 反正就是 是一個球型關節很緊 非常非常緊 特地沒有問題 橫周關節 膝蓋完全的話 可以大概到90度這樣子 那腳部接地它是一個 大大的球型關節 在前面這個腳掌的部分 後面這邊就沒有辦法去做 調整了 但其實也不太會去需要到 後方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一個蝎子 蝎子的一個腳 還有它蝎子的一個長長大大的尾巴 在這邊 那尾巴如果你不喜歡 讓它扣到後面的話 還是可以把它給弄下來 扒下來之後 可以讓它當成武器 去做握持 那它的一個手掌 並不是可以這樣握的 它是要把下面這個握把的地方 往內去轉 轉之後就可以看到它手臂內側 是有一個洞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給扣進去 扣進去之後 它這邊中間兩隻手指頭是可以 把它給塞到這個縫隙進去 有一個比較好的固定效果 這樣塞一塞住就感覺像是 它這個蝎子的一個尾巴 尖刺毒刺的一個部分 從它機器人的手臂裡頭長出來 那種感覺 其實這還不錯的 但是就是它這個彎曲的一個幅度 是比較有限 因為它是三段的一個關節 這個弧形的部件去組合起來 所以你如果要整個打直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 一個銜接的地方 會這樣凹下去的一個線條 讓人就會比較不好看 但是它不太可能會附軟邊 所以就是做到這樣其實已經很OK了 兩處的一個可動 可以讓你去稍微調整一下 擺出來這個甩鞭子的一個姿態 那再來給大家看看背後 背後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蟲角 蟲角就比較 下面這兩隻的話是可以 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角度 那側面這兩個就是 它這邊就是一整塊部件 死死的 所以你可能只能稍微往後收 但是就這邊沒有辦法再多做摺疊 或怎麼樣 它就一定是會呈現一個這樣 三角形的一個 比較不太好收納的一個 有點快的一個姿態 那我們就姑且把它當成是一個 小翅膀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會稍微在造型上 比較能夠讓自己接受 給大家示範它的變形過程 整體結構其實比我想像中來的 有趣蠻多的 原本以為就是 把手腳拉開整個拍下去就變完了 但是實際上 玩起來我覺得 算是還蠻有誠意的一款 簡單有趣的變形過程 那我們先把它一個復步這代 卡扣給它挑鬆開來 挑鬆開來之後可以看到裡面 這裡有一些部件的堆疊 就是它一個手部 我們把它整個的拉出來 像這樣拉出來 變成一個長臂圓的狀態 我們可以把它的一個二頭肌旋轉一下 然後手肘彎上來 手腕這邊轉一下 就可以把它的這四指 對進去這個蠍子 蠍爪的三指 這邊這樣剛好塞進這個縫隙 這感覺真的超級 超級舒服的 放進去的感覺 它就是貼得很密合 但不是有卡扣 它就是爪跟爪堆疊在一起 非常的 尖隙完全是沒有 這種感覺真的是 非常我自己很喜歡 OK 那再來的話可以看到這邊 原本的收納手的空洞 就可以把整個的下半身 往內去塞進去 塞進去之後呢 拉了一個腳步 前方這邊彈開來 然後彈開來 這邊的話有一個球型關節 我們把它轉180度過來 180度 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先把它給 原本是轉 轉的時候扣回去是扣在 扣在這邊的這個突起 我們就把它給 跟它的一個腳前方這塊 小腿前方這塊裝甲扣在一起 變成這樣子齁 兩側都是相同的動作 那在這邊的話呢 可以看到它的一個小腿 前側這邊的話 是有一個突起 我們要把它的一個腳步 利用狂關節 跟下方這個橫軸 轉成這個斜切的一個角度 塞到這個卡扣裡頭去 把固定做它的一個 後腳的一個曲度 像是這個樣子 再來把它的頭部整個抬起來 這邊的一個 腹部就可以 再把裝甲給它壓回去 說明書上面 好像是說這邊 原本應該是有卡扣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實際仔細看是 就是好像沒有 所以就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也不會晃到掉啦 這束關節是還蠻緊的 所以說明書上 好像原本是有設計卡扣 但實體的話就沒有 再來的話呢 把前面這邊的四隻腳 整個折下去之後 再利用這束關節整個折上來 就是面板蓋下去 那四隻腳再往上面去折疊 這關節真的是緊到 有一點不可思議 非常的近視 腳部這邊 調整一下還有一些姿勢 最後就是把剛剛這個尾巴的武器給它接回去 這邊 卡扣翻出來 整個接上去 調整一下角度 這款Scopenock 就算是變形完成啦 褻子形態下 我們自己就真的是蠻喜歡的 整體造型除了它腳比較長 所以看起來視覺上比較大以外 我們拿出主線這款的話 做一個對比就可以發現 這次的一個版本 整個殺氣邪惡程度 感覺就強上非常非常多 當然你可能說這樣直接比 可能不太公平 畢竟主線這款的話是第一個等級的玩具 這種便宜的小玩具 大概比較便宜三四百塊有 就是比較簡單的小玩具 這樣比可能是有點粗魯了 但是就 這款主線的話是 尤其是人形態啦 感覺比較像在置信 早期 X4 動畫裡頭 Scopenock 的一個形象 就是帶一個護目鏡 這次的一個版本當然就是 參照到電影的設計稿去做設計了齁 那本身蠍子的一個狀態下 造型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那之後如果推出其他 配色的這個Scopenock 的玩具 同一個模具 價格OK的話 我自己可能還是會考慮 為了他這個很帥氣的蠍子形態下 做一個購買齁 那他蠍子形態下 帥是帥 但還是有比較大的缺點 就是在於他的一個 蟲腳的部分 可動比較有受限到 主要是因為他中間這隻腳 他是整個一體成型的部件 他沒有再做分出來的關節了齁 那加上前面這一隻 前肢這個地方 他這兩隻是綁在一起 跟部是同一塊部件的 所以你要動 就是 這兩隻腳會一起動起來 那他前面這裡 這隻是有開一個 多一個球型關節 那後面這邊沒有 所以他曲度物資就已經固定了 那你在平放在桌上的時候 你就算前肢是可以動 然後後面這邊也可以動 但是中間那邊卡死 就是你怎麼動 看起來都會不太自然齁 所以就稍微比較可惜一點 但是擺在那邊還是很帥啦 而且體積算是蠻大隻的 那前面這個爪子 熬的部分 它是有三處關節 可以去做摺疊 那最前方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齁 就是剛剛他肩部的一個 手部的一個 根部的關節 肩部的一個 手部的一個根部的關節 也是在唱 饒舌嗎 反正這邊的話是可以去做 做轉動的 360都是沒有問題 那頭的話就一樣是可以彎下去 然後前端這邊是一個很緊的球型關節 後腳的話 因為裡面這面卡死 所以它就是只有外面這裡的 球型關節 跟腳底這邊的一個球型關節 然後後面的這個毒刺的部分 兩處可以做彎曲 雖然說它就是只有開兩處 那一整個攤子當然會不太自然 但是彎起來的一個渠度 其實還是做得非常好 那上面還有一些這種昆蟲林片的刻畫 尾皮是非常喜歡的 那背部這代 昆蟲表皮的這個紋理的感覺 也是有做出來 然後其實裝甲上有噴圖這個 這個金屬 帶一點點金屬光澤的紫色 這個漆面 中間有一個Predicom Logo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總體來說的話 因為這次這兩款的 Voxetons的玩具都是有專箱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這麼著急著 所以一定要搶先買到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這個Skope Knock 或者是你要組軍隊的話 那可能可以早一點先買 但是可以稍微等一下 我覺得大概等到五六百塊 價格比較合適 的話 買一隻回去是不會有什麼損失 那如果700出頭 現在預購價格這樣子的話 或者是你在實體店原價買 八折買 其實也是稍微偏貴一些些啦 我自己覺得 那價格OK 這款玩具的話就是一個 表現非常不錯 但是沒有到超好 就是造型我自己 有對到我胃口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 鞋子型態的話 那就是 可以等價格低一點再去買 那今天節目呢 就跟別人繼續 繼續收看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